好 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由於我們可以看到風面是已經遠離 再加上東北季風減縱各地天氣狀況變得比較穩定了 好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由於今天主要來說還是吹偏東風 所以隱風面地區在午後要特別留意 還是會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山區也要特別注意了 從雨區報圖可以更清楚的來看到 今天包含了整個東半部地區 還有在山區的部分都要留意會有下短暫震雨的機會 不過到了明天降雨狀況會更為的趨緩 各地都是有機會進得到陽光的穩定天氣了 接下來一起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來看到今天在基隆台北跟新北市 是多雲的天氣 高溫回升到26度 桃園 新竹跟苗栗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24到29度 台中 彰化跟南投是多雲到晴的 高溫來到30度 雲林 嘉義跟台南一樣都有機會 見得到陽光 高溫來到29度 再來看到高平地區今天雲量比較多 溫度是27到30度 至於在東部地區 宜蘭 花蓮跟台東要留意會有降雨了 高溫來到28度 環島地區 馬祖多雲 金門跟澎湖市情道多雲 高溫來到26度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